全台第一家東南亞書店正式開幕 以菩提書為標誌 創辦人林周熙希望東南亞書店開之散業 未來成為促進交流的場所 取名望見書間 其實我們常常看見的是 包含自己的議題 自己的族群議題 可是很少去看見一個族群在這裡 跟我們一起打拼 一起流血流汗 那很少去關心 這樣一個族群 他們到底生活在什麼樣的處境 他有什麼需求 然後讓我們有這個動機 重新看見望見 我們周邊鄰居 新的一個豐富的歷史 我覺得這都是對我們台灣社會 會有營造一個多元友善社會 是一個好的開始 望見書間最重要的莫過於書籍 書加上一本本看不懂的書 正式計劃發起人張鎮號召各界共同參與的 帶一本看不懂的書計畫 我還記得那個第一個帶來的一對福奇 他們帶的是一本小王子 這本書因為他們的善意 因為他們帶著這本書坐飛機 對這本書的價值連成啊 泰文版的哈利波特 越南文和印尼文的雜誌 柬埔寨文的書籍 林州西相信知識就是力量 四層樓的望見書間不僅只是書店 未來還要舉辦各種藝文活動 移工有時候他的閱讀能力並不是那麼快 但他需要我們可能用活動的方式 用演講的方式 用DIY手作任何藝品的方式 把他的知識跟其他人分享 長期關注東南亞議題的張正 曾是四方報的總編輯 他製作唱四方節目 為在台灣打拚的移工留下影像 邀請他們唱家鄉的歌 2014年還創辦移民工文學獎 邀請他們創作寫稿 張正積極留下這些珍貴的故事 未來他還要讓東南亞獨立書店 在台南 嘉義 台北等地遍地開花 讓移民工都能讀到自己熟悉的書 你好 我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在進行今天的訪談之前 我想先請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工作 語言跟文字都不通 而且有時候雇主跟社會 可能不是太友善 這個時候有人送了一本中文書給你 你的心情會是什麼呢 《四方報》前任總編輯張正最近開了兩家書店 而且他還舉辦移民工文學獎 今天很高興他要來跟我們分享 他跟移民工還有東南亞外配們的故事 張正你好 惠玲你好 我們剛剛在影片裡面看到你們開了書店對不對 我看那個褲子上都有很多那個油漆的痕跡 對 手上還有洗不太乾淨 我們開了 目前開了兩家 那剛才影片裡桃園那一間主要是我的同學林舟熙在負責 那我現在自己在台北的男視角 在另外弄一家燦爛時光 所以很燦爛 所以手上褲子上就會髒髒的 那不過都是以東南亞為主題 然後服務臺灣的東南亞朋友 也歡迎有興趣的臺灣朋友 藉由我們的空間來認識東南亞 所以我昨天打電話給你 講一講你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幫我吃油漆 對 趕快來 不然快沒地方吃了 燦爛時光是你在南四角這邊的書店的名字 對 這個名字的意思當然是 一個當然是向我的老師致敬 陳露希老師 陳露希老師 那因為他過世 他2010年過世的時候 他的好朋友殷允鵬女士 幫他拍一支片子 出了一本書 書名叫燦爛時光 那我覺得燦爛時光這個名字 也非常適合我們來用 可是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去 都有他的一段燦爛時光 去追求他的一段燦爛的時光 那在臺灣的移民移工 他們來臺灣不管是為了賺錢 為了愛情 或者為了逃避什麼 可是我覺得裡面都有一個 很核心的東西 他們在追求幸福 在追求一個什麼東西 那我們弄出這樣一個空間 希望他們可以有機會來這邊讀讀書 或者聊天 或者我們會辦畫展 辦講座 放紀錄片 那給他們一個追求燦爛時光的可能吧 那教我們一下燦爛時光 因為南四角那邊好像緬甸來的朋友比較多 燦爛時光的緬甸文要怎麼講 燦爛書店嗎 燦爛時光書店 我們最近因為現在還在施工 每次去就在旁邊吃飯 然後就會去學一兩句緬甸話 所以那附近很多緬甸人開的店這樣 對對對 在臺北南四角新南 新南路滑行間的附近 就是臺灣最大的緬甸集中 緬甸朋友集中區 華僑很多 對 那我們吃飯就會問他 燦爛呢 燦爛這兩個字 後來那一間 老老闆和老闆娘就商量了半天 到底燦爛是哪兩個字 唸起來不准情 唸的不准情 大家多多包涵 剛學就說 燦爛 燦爛就是星星 然後老闆就指他們的掛飾 那個屋頂上有掛飾 閃亮 燦爛 燦爛的 燦爛 燦爛 那書是灑歐 灑歐 然後書店是灑歐 灑爛書店 燦爛 灑歐 灑歐 好 我知道你開這家書店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光是要充實這家書店裡面的書 你可能就很傷腦筋 聽說你之前辦了一個活動叫做 帶一本看不懂的書回台灣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計劃 就是說這計劃超感人的 超感人的 這個書什麼是看不懂的書呢 你我看不懂的書 可能就是緬甸書 越南書 印尼書 這些書 那如果你剛剛好要去東南亞玩 或者去工作 出差 你回來的時候 請你在當地順手 拿一本書或者買一本書 當地語言的書 你看不懂 那這本書在當地 可能也不是太了不起 因為印尼到處都是印尼書 少一本 就買掉一本也無所謂 可是這本書在以中文為主的台灣 就變成一個很珍貴的東西了 我希望很多人都做這個動作 帶這樣一本書回台灣 幹什麼呢 如果你家附近 或者你家裡就有一個印尼邦庸 有一個越南的媳婦 或者你家巷口 你家附近的公園有 你就拿這本書送他 嗯 我們那天收到一個空姐寄來的書 他的工作其實是很容易 他就是常飛東南亞 飛印尼 飛泰國 我相信他本身就是一個友善的人 他在飛機上就看到一個印尼邦庸 就很開心要回家了 然後他們兩個又聊天了 他是從台北要去印尼的飛機 他們兩個就聊天 那邦庸就說很高興要回家了 那那個台灣空姐 他也是恭喜你啊 就是有點學成歸國吧 就是算 他是順利完成這邊六年的工作 六年耶 就是三年 三年 六年工作 那國語講得很好 那那個邦庸就說 對啊 阿媽對我很好 在家裡很愉快 可是講著講著就說 他說你們台灣人很好 就對他很好 可是我走了 阿嬤要怎麼辦 就他又想 他必須要回他的家鄉 有老公 有小孩 有親人朋友 還有自己的家要照顧的 但是他在這邊六年 其實也已經是一個 就跟阿嬤就是難分難捨 是 我們碰過很多這種狀況 有一點像家人 然後兩個大概就 兩個女生講講就自己在哭 就那個空姐寫給我們信 他就跟他抱頭痛苦 他說 他可以理解那樣離別的心情 那我相信空姐也是 因為他們常常在離別 那這個離別他可能打動到他 所以後來他就又透過網路知道了我們這個計畫 就買了一本 不過他買的是泰國書 他可能下一次飛泰國的時候買到 就寄給我們書 也給我們這樣一個小故事 這些書就是我要的 這些書可以幫助我 建立我的靈魂 可以幫助我建立我的靈魂 我們做到了一個很棒很棒的事情 我來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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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看到這一位 他是你們辦的移民公文學獎 第一屆的時候的得主 得主之一 我在做這個 這次的訪談的準備的時候 我聽到他講一句話 我真的覺得很動容 他說他的生活 其實多半是很無聊 可是閱讀跟創作讓他自由了 我覺得他的那一段訪 那段我在現場 我有去 我覺得那個其實就 也非常打動我 就是幫庸或者外勞或者外配 他在台灣的生活狀況 是在這大結構下面 我們可能也很難去怎麼樣撼動他 但是一本書 Reading 閱讀這件事情 可以讓他從一個很boring 或者很僵固的結構裡 突然跳到一個free happy 對 我那時候覺得 哇這個好划算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實在太該做了 但我們從前做四方報 做雜誌也是這樣的 也是一樣 但是有時效性的雜誌 和那個可以放三年五年的書 對 我覺得還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他這個結束之後 因為他英文很好 那我們那時候也還沒有書店 為了他們這樣的人 我做數點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情 沒錯 我可能不是六十萬的外勞都要看書 可是可能有十分之一 甚至百分之一的人要看 那個數字也不少 他們的心靈在那一刻得到滿足 對 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這個收書 代書的運動 我們是希望代書人在上面寫字 哦 你要寫字 我是惠玲 我在雅加達買了這本書 我送給台灣 我希望那個人的溫度可以 累積在書上面 對然後我看完的人 我也說你要借去看 我說你看完你最好簽下名喔 對 然後寫下評語喔 好看不好看 是 寫的對不對 你都寫下去 無所謂 我這個書不用像圖書館的書那樣子 乾乾淨淨 我希望書是很多人翻 翻到 翻到line也沒關係 你不要刻意破壞就好 那書的重要還有一個 我覺得這個反應也讓我很感動 陳文良學長 我的一個學長 他家裡有幫庸 然後那個印尼幫庸說 他想看書 然後那個學長就去 想去圖書館 列了那個目錄下來 說你想看哪一本我幫你借 然後那個幫庸也很 他就說這些都是 Happy Ending的愛情故事 是 他說我需要一些可以思考的書 然後那個學長 我學長就很頭大 他說哪裡有思考的書 他就來找我 那剛好就有人 那時候我已經發起代書活動 所以有些書就到我這邊來 那我們還沒有處理 然後他說你有沒有什麼思考的書 可以借我 借他的幫庸看 對 就你找到了嗎 我就看啊 我就看這本看起來像是可以思考的書 就是漫畫就不算 對 那有一些 可能從封面稍微判斷一下 從封面 我覺得還是判斷書 其實那個編書者的那個意志 會穿透出來 比較厚一點 對 那個看起來比較認真的 比較像思考的書 就弄了五六本 就寄給他 然後收到的回信是 就是我沒有收到 就是那個幫庸跟我學長 就用英文line通話 他說就非常謝謝 謝謝你的朋友 就謝謝我 給他這些書 這些書 這些書就是我要的 好棒喔 這些書可以幫助我 build my soul 可以幫助我建立 建立我的靈魂 我就覺得 我們做到了一個 是 很棒很棒的事情 那 對 所以就好像 其實都還蠻值得 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的時候 陳芳明老師也是你們的評審 對 其實陳芳明老師 陳芳明老師講了一段話 我覺得很感動 他說 這二三十年以來 大量東南亞移工進入台灣社會 他們帶來的語言文化跟歷史記憶 是一場寧靜的文化改造 這會幫助台灣文學拓展新的疆界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一位 Erin 對 第一位得主 他寫的文學內容是什麼 他的那個故事 因為我們有長度限制 所以他也不能寫太長 三千字的故事裡面寫了一段 以一個幫庸的眼光 看著一個家庭裡的小故事 這個家 他是一個虛構的小說 是虛構的 厲害 他是虛構的 他是上網 然後聽鄰居的幫庸講 然後建立了一個虛構的故事 就是這個家庭裡 有一個唐氏正的小男孩 是 所以他是來照顧 唐氏正的小男孩 對 然後唐氏正小男孩 有養一條狗 卡羅斯 然後那個老狗快死掉了 然後這個家人要幫狗安樂死 小男孩捨不得 捨不得 後來小男孩帶著狗 就逃跑 然後家人就很緊張 那就去找 後來找回這隻狗 這樣一個故事 其實很生動 裡面有幫庸的角色 但是幫庸的角色不是主角 是 那他透過這個幫庸的眼睛 對 寫這一家人 這個感情上的糾葛 然後對於 台灣很愛狗 對狗的這個感情 對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老太太 老人家的角色 他寫得很生動 我們都以為是真的 以為是真實故事 後來就訪問他說 那你家的狗呢 沒有狗是隔壁的那個 他取材生活當中很多不同的部分 唐氏正的 沒有他是照顧阿公的 唐氏正是另外一個幫庸朋友 他雖然不能出去 不過他家 他雇主對他還蠻好的 這些在台灣十幾萬二十萬的人 他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 在台灣看到的 他們看到的台灣 跟你我看到的台灣 肯定不一樣 對 我以為他們多半會寫一些 他們生活當中真實的 深刻的感受 我們第一屆的大部分 當然一半大概都是 然後就寫我為什麼來台灣 我來台灣碰到什麼什麼事情 寫他自己的故事 辛苦的 一連串錯誤的抉擇 是 或者一連串不幸的遭遇 那可是當然也有一些 像Arene寫的這一種 他不是在控訴什麼東西 他就寫一個 他就是一個文學創作 就是一個小故事的創作 對 那 就 我自己當然比較喜歡這一種 嗯 也包括 還有一位幫庸 也是幫庸 他寫 在 那篇叫 《敘利亞的黑煙》 他寫 在敘利亞那邊 當印以幫庸的同鄉的故事 也是虛構的故事 啊 就是怎麼樣在戰火下的幫 欸 就戰火下的幫庸 那戰火下的幫庸 和僱主其實都一樣 炸彈 不會管你是誰 對對對 然後怎麼樣逃跑啊 然後怎麼樣想回國 寫 把那個焦慮寫得非常清楚 嗯 最後 他的故事當然虛構 最後就是說 他們 他化成一縷黑煙了 嗯 因為被炸到 是 炸到 就是慢慢看著自己 怎麼越來越離開地面 然後那台車子已經 已經 已經在起火 是 那那個我覺得也是啊 就是我們 平常偶爾會看到中東的消息 對 可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中東在各方勢力角力之下 裡面有一群在底層辛苦工作的人 嗯 他們那個不是他的戰爭了 沒錯 他也一樣會死在那裡 對 就未來我們台灣出現一個 比如越南文作家 嗯 那他在台灣的土地上 嗯 寫不管寫越南的故事 或寫在台灣的越南人的故事 對 那那個也是我們台灣文學的一部分 是 這一次移民工文學長 今年是第二屆對不對 第二屆 正在熱烈爭見中 對 3月1號開始爭見 爭見到5月31號 嗯 那就 徵求四個語言 是 越南 泰國 印尼 菲律賓的Takaro 嗯 那請在台灣 結婚來台灣的 或者是來台灣工作的 嗯 甚至來台灣留學的 那你要用這些語言來寫 那寫不見得 不見得要寫歌頌台灣 嗯 可能也不要啦 就我們希望是一個真 當然你真心愛台灣 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是是是 跟你真心討厭台灣 我們也可以寫出來 也可以寫出來 我覺得台灣好的地方 我們其實目前是 還滿願意接受各種聲音的 那不要太長 因為我們後續要翻譯 所以我們限制 強度 怕你寫三萬字 我們翻譯不出來 對 三千字嗎 三千字 就是粗略的三千字 大概 就大概估個三千字 那網路投稿 嗯 投稿完之後 我們會 請母語評審 嗯 我們 爭求了世界各地的評審 嗯 這個很厲害 像印尼的母語評審 有從 因為是網路審稿就好了 對 有在法國的 在德國的印尼學者 寫信給我們說 他願意來當這個母語評審 真的 那當然在印尼當地的那些作家 對 作家研究者 就寫信來說 他要當評審 這真的是全台灣可能是 最國際化的一個文學獎 對搞得我們很頭痛 我想花這麼多母語棉 十幾塊二十個這種 你都不太能 因為你也很難判斷 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辦法 是可能跟一些 比較晚報名的商量 您可不可以當下一屆的評審 我們這些評審太多了 哦 讓台灣的朋友看到他們 看到這些移民移工 在想什麼 嗯 他看到什麼 或是他創作了什麼東西 對 比較特別的還有 我要露得講 我們這些作品 就翻成中文的作品 我們特別找了十位 新移民二代的同學 嗯 高中生或大學生 請他們另外組一個青少年評審團 欸 新移民二代評審團 對 我們希望透過他們的眼睛 對 幫我們看這些文章 他們跟竹田信老師 他們當然年紀有差 對 我們希望這些新移民二代的同學 年輕人可以以他們的身份為榮 就以他母親或者父親的身份為榮 是 我們認為 你擁有雙重血緣 對 其實跟從前不一樣 從前說你是雜種什麼 是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你是混血王子 混血公主 沒錯 你同時擁有兩個文化給你加持的能力 嗯 那 但我們看到的狀況是台灣目前還不太 就跟我的想法 跟我們的想法不太一樣 可能就覺得啊 你不是台灣人 是 可是我們不希望這樣 我們希望把他們的位置往上拉 對 那這十位同學是我們 就透過老師 他們也志願報名 我們也會給他們 評審的規格 嗯 那他們選出來的作品 也是 他們會可以 他們會推出三件作品 每一件作品是兩萬塊的推薦獎 嗯 也是跟我們正式評審選出的那個優選的兩萬塊獎 是一樣的 嗯 所以 我們最期待的是 不知道第五屆還是第八屆 有新移民二代可以用母語來 投稿 因為現在新移民二代可能母語的能力都 可能會下降蠻多的 不會 很多都不會啊 因為你在台灣其實不鼓勵你 繼續學越南文或學印尼文 是 但是現在台灣政府 也開始重視到這一塊 所以教育體制裏開始有這樣的語言的選秀 嗯 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台灣出現一個 比如越南文作家 嗯 那他在台灣的土地上 寫 不管寫越南的故事 或寫在台灣的越南人的故事 對 那那個也是我們台灣文學的一部分 是 這個就是陳芳明老師講的 對 我們開拓台灣文學的疆界 我們是 我們是大台灣主義 我們是擴張台灣的文化的 對 不管是質和量都讓他擴大 對 我相信張政做這些事情也是希望 台灣這個土地變得越來越好 變得越來越精彩而多 對 我希望我 因為我沒有打算移民 我希望我生活的社會的 我的這個 土地是一個很友善的 是 多元的 包容的 都盡可能開心的一個地方 對 嗯 好 今天謝謝張政 謝謝 也祝你們 爭 爭見成功 好 希望鼓勵大家都來投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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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謝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